焦點視頻,翼龍資源機的時間 我見到翼龍師傅 Hello, 大家好 師傅, 我記得之前你有一集說過 就是小朋友剛剛出生, 還是嬰兒 就算未想運, 其實原來都可以了解他的運程 你現在有一個個案, 正正就是這樣 是, 沒錯 請教一下 看影片的觀眾記得留意 左上角有焦點視頻 開運王元宜貴談博士學堂 大家記得訂閱, 多多支持 所以今天就特意找回一個 過去曾經算過的一個個案 就是, 為福祉 是吧 因為之前我講過 如果小朋友未上大運 我們一樣是照他由零歲開始 就已經算第一處大運 不論你是九歲起運, 十歲起運都好 總之, 在媽媽的肚子裡 已經是要拍攝第一處大運去推算 這就是一個例子給大家參考 好了, 辛金命 我們就把它寫回錄親下去 金刻木為財 這個就是傑 這個是傑 這個也是傑 這個是土辛金為偏忍 這個是傑 這個是偏忍 原來這個八字是怎樣的呢 我們先分析一下 這個八字 辛金 日元 自己的命 三在這個辛的月份那裏金 這個呢 都是金來的 這個都是金 這個也是金 自己是金 元是末 這個是末 這個是桃 這個是桃 大家都知道了 在八字的元裡或五行元裡是金會黑默的 原來在八字裡財就代表了這個八字的爸爸 原來這個八字的爸爸在這個八字裡看已經是很危險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八字裡很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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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金就黑他的木 令到他四面都受敵的這個八字 這個爸爸是四面受敵的 好了 而且呢 如果鴿坐著身呢 我們呢 有個名字給他的 這個呢 叫絕位 一聽我的名字就知道 大鑊吧 不要啦 不是轉位 不是轉一次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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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什麼呢 原來呢 木呢 看到的味呢 就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霧的位 霧的位 講到這裡其實都不用看 這個八字一看就知道 爸爸一定會出事 是 是 就是稍為學過 八字的朋友都會知道的 是 又絕又入墓 那就是大件事 是 所以這個小朋友呢 在他未出生之前呢 爸爸就過了神 哦 即是好白痕地過了神 是 那怎麼看呢 那就是 一定有事的了 但是 原來呢 我們經常都說 不是我們經常說 是我說的 哈哈 那你 你可以驗證多些 那 第一柱呢 我們就拍完去 第一柱看 即是未出生 由零歲 在媽媽的肚那裡已經是 走著柱了 那些柱呢 是什麼呢 乳是木 又是金 大家看 乳和金 原來它是會相合的 化金 所以呢 這個乳木 它會化成金 即是說第一柱呢 上面又是金 下面又是金 成柱也是金 加上原木這些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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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秘訣的東西 原來在未出生之前 我們可以知道她肚子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想想她是更新年出生 更新年出生很大機會 未到更新年她已經懷了人的媽媽 更新年出生 例如2021年出生 很大機會2020年已經懷人 更新年出生 上一年是甚麼呢 上一年 即是出生次 一個出生次 就是幾 學生有生未五至十 幾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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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是肚子 師傅 肚子 沒有甚麼特別 喂 看到這個甚麼字 未字 入墓 入墓 這個是 財 是爸爸 這是爸爸 爸爸 爸爸入墓 那裏 在這個大運 是金 是金 來劈墓 然後 還未出生 幾未 爸爸 就入墓 入墓 那裏 入墓 那裏 這裏 就是圍福子 之族 其實這些都是很難找的 這些例子 真的很難找 是吧 即是找得到 公諸同望 大家可以研究 有 很明顯看到 所以白紙 沒有東西看不到 我們經常說 你上下 橫向三代 我都看到你的 是 就是這樣 即是 都有一些 有些悲 這個例子 是的 即是有成名中註定 這些 你無得走 完全 即是 圓福又中了 拜運又中了 流列都要中了 忌忌 沒有缺憾 是的 是 這樣 好 所以有個訊息給觀眾 即是 生仔之前 在進行的時候 計一計數 哈哈 是 是的 好 下一集 我們繼續請教應龍師傅 好 拜拜